离开黄晓明后就再也没人把baby宠成公主了 这要是换成以前 郑凯肯定是第一个说不同意的人 毕竟曾经郑凯和baby 在跑男里的周五CP是多少人心目中的完美情侣 可惜两人有缘无分 在baby嫁给黄教主后 郑凯也在一个月后宣布和程晓叶的恋情 这让大家认为是郑凯baby的婚讯所伤 才找了女朋友 果然这段感情维系了两年就结束了 结束后的郑凯也终于遇到了 这辈子让她再也不想离开的妻子苗苗 苗苗因为从小就学习舞蹈 不管是身材还是样貌都十分完美 冯小刚在选芳华女主角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苗苗就定了 而郑凯也觉得和苗苗在一起很舒服 两人从谈恋爱到结婚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 苗苗也在结婚后 先是为郑凯生下一个女儿 在今年的6月1号又生下一个儿子 这让儿女双全的郑凯十分开心 而苗苗也很有深意地问郑凯 要让贝比但儿子干妈呢 郑凯的回答 我又不是小海绵的干爹 竟显高情商 那么你喜欢郑凯和苗苗吗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